大家好,我是Tony 我們今天來造訪基隆要塞司令部 這是日本時代北台灣很重要的一個軍事司令部 戰後成為國軍的光復營區 現在古蹟整修完畢 成為司令大院子委外經營 基隆要塞司令部前面有一座紀念碑 這是台灣很特殊的一座紀念碑 我15年前曾經在光復營區拍到這座紀念碑 現在終於能夠進來參觀了 中華民國35年10月26日 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介石 立部巡視紀念碑 史宏西題 這座紀念碑 大概是台灣唯一的蔣介石紀念碑 可見在民國35年的時候 大家普遍還是稱它為蔣介石 蔣中正這個名字應該是1949年 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 才正式使用的 所以全世界都稱蔣中正為蔣介石本名 只有台灣稱他是蔣中正 我記得我用蔣介石這樣稱呼的時候 還曾經有人留言批評我 說我的政治立場有問題 意思是稱蔣介石對蔣中正先生不敬 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 蔣介石是父母取的名字 介石的意思是其介如實 是很好的名字 怎麼會不敬呢 以前桃園機場叫做中正國際機場 他的英文翻譯也是蔣介石國際機場 所以如果你翻譯成蔣中正國際機場 可能全世界都不知道蔣中正是誰 石碑的側面有一些祝壽的禁語 白崇溪 層層淨提 河山並壽 民國35年蔣介石第一次來到台灣 參加台灣光復一週年的慶祝大會 在12月16日他就來到基隆耀山司令部這裡巡視 然後因為再過五天就是他的六十大壽 一些黨政軍要就在這邊立了這塊紀念碑 幫蔣介石註售 這座紀念碑是坊間碑造型 基座尾巴角形 周遭以實體砲彈裝飾 凸顯軍事重地氛圍 蔣介石來台灣參加台灣光復一週年紀念日 即巡視基隆耀山司令部的三個月之後 台灣就發生了228事件了 當年基隆耀山司令部也參與了鎮壓228事件 而再過兩年之後 國民政府就失去大陸江山來到台灣 紀念碑的前面是光復營區的大門 而日本時代的基隆耀山司令部大門口 在那邊 過去看一下 這是步哨所 面對著祥峰街 現在上午10點鐘了 基隆耀山司令部10點開放參觀 上面有匾額 中華民國35年6月1日 屏障東南 史洪西提 要塞司令部聽社完工於昭和四年 1929年 為日本時代北台灣要塞最高指揮中心 兩層樓建築 平面格局為T字形 左右對稱 建圍資助 目前有舉辦台灣當代藝術創作展 幾位藝術家的連展 目前的展覽 將古蹟空間規劃為六個展演出窗 分別是城市 再造 記憶 產業 海洋 街景 就從最前面那一邊開始參觀 平衡錘上下拉窗 這是日本時代窗戶拉窗的一種工法 勾面裝的特色 這第一個展覽間 街景 這裡很多基隆老照片 日本時期市區改正 從1907年公布實施 大幅改造基隆市的市隆 這是基隆田寮港遊闊 是當時的風化區 日新橋及基隆油變局 現在已經改建為基隆油局了 這是美元時期九八街 美國水兵看營媽祖 美元時代 在基隆可以買到很多柏萊品 當時很多美國大兵及各國船員 將帶來的柏萊品 在基隆買賣變現 這是民國五十五年 基隆委託行 國萊品 琳瑯滿目的情景 這是民國五十三年賣摔公路終點 基隆端的情景 接下來參觀這個展覽是海洋 從1899年至1944年間 基隆港歷經四次主港工程 而成為台灣第一大港口 不過最後一期的主港工程 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 最後沒有完工 而由國民政府接手 繼續經營 1984年基隆港成為世界第七大貨櫃港 這間展覽是產業 包括基隆的礦業 造船業 還有漁業 基隆是台灣最早開採煤礦的地區 這是基隆煤礦會社活動選煤廠 現在的活動煤礦博物園區 基隆的造船業 這是大正十三年貴州玩陸舉休禮中 台灣造船廠建造十萬噸郵輪有潮號 基隆的漁業 砍字頂漁業 台灣有珊瑚王國的美誼 就是源自於1923年 社寮島日籍漁漁民在彭家雨附近發現珊瑚漁場 開啟了台灣珊瑚架工業的時代 這是民國五十五年 躲避颱風的小漁船塞滿漁港 左側為校御路 砍字頂 這是第一時間災難室 主題為記憶 這是消失的景點 大沙灣海水浴場 這是日本時代日本人流水衣柱創立的流水巴士社 是當時基隆市唯一的公共汽車運輸公司 也是現在基隆市公車的前身 這間展覽室是在造大基隆歷史場景在線整合計畫 串聯基隆跨越400年歷史發展的故事場景 包括西岸白米洪地區 和平島 東岸沙灣地區 這次第六間展覽室 城市 今天沒有開放 參觀完展覽 但是老婆不知何處去 可能已經上二樓了 我們看一下 市令古今 基隆要塞司令部 二樓是特展 台灣當代藝術創作展 這次要塞司令部司令官室的壁竹 地板鋪設拼射方塊天中式瓷磚 墻壁的下段強堵為石木壁堵 上段圍壁作棄餐圖 上段圍揮做棄餐圖 這是最後一間展覽室 這是最後一間展覽室 旁边那边的建筑是光复楼 在走廊的周宇棚 这个支柱是炮馆造型 这里原为日本时代军补库房 后来战后国军改建为干购营社 基隆要塞司令部委外经营 为司令大院子 司令博物馆 从十点到下午六点营业 光复楼这里 一楼是司令茶餐厅中室 二楼是司令阳食厨房西室 上午十点到晚上八点 然后原来的军补库房 现在是司令小文创 这里有一些工艺品的展示 这可以做 现重八十公斤 还好没有操纵 这里有一些建筑工法的简介 这些是保留的旧建筑 这里保存的日本时代军补库房 募购物价及住凉 二楼还有画展 穿越基隆的城市 时空 光复楼这边有中西餐厅 一楼是中餐厅 二楼是西餐厅 基隆要塞司令部 整个园区展览内容 比我想象的还更丰富 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基隆要塞 司令部之旅 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